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同心 現在開始唱歌 大家請坐 各位同心 現在開始唱歌 大家請坐 大家很辛苦齁 只要按等今天最後一堂課 你們今天一整天有沒有吐奶 說你喝太多 吐奶 小朋友餵太多奶會不會吐奶 不會喔 還有幾個人沒有到的 還有好像還蠻多個 到期我再開始 之前先聊一下 盡快就坐 聽過我那個藝術史解碼的舉手 藝術史解碼聽過幾個人 我看一看 一二三 所以 大部分是第一次聽到我的課的 那不錯啊 第一次聽到我 第一次上我的課舉手 好 謝謝 謝謝 哇 都心得很好 來 請就坐了 以前有一個瘋子 他 想說自己是死人 已經死掉了 瘋子嘛 他認為自己死掉了 別人跟他講你沒死 我說我死了 所以 他後來就是一直在找一個 精神科的醫生 請他 說服他 那這個醫生最後跟這個病人 得到一個共識 就是他們都同意一件事情 就是說 死人是不會流血的 死人為什麼不會流血 因為心臟掉了 血就擠不出來 對不對 所以他們都同意 結果 醫生說好 怎麼證明 我現在他就拿一根針去刺那個病人的手 他說我 我現在 如果吐下去 火流出來 表示你是什麼 你是活人嘛 如果血沒有流出來 表示你是死人 你不是說你是死人 我跟你講你不是死人 你就偏偏說我是死人 我說如果吐下去 流血就不是死人 結果戳下去了 果然血流出來了 結果那個病人說什麼 我們照理說 推論結果是什麼 我們今天上很多邏輯課 應該是他是活人 對不對 可是病人不是這樣想 原來死人不會流血 聽懂嗎 他的結論反而是另外一個方向 同樣一個事實證明了 可是他的結果是倒向另外一個方向 就好像法理講這麼清楚 你再怎麼聽會倒向另外一個方向 所以你的立場如果弄錯的話 你是倒向另外一個方向 對不對 更加深了他錯誤的概念 好 現在看 第一張圖看得懂嗎 看得懂嗎 看得懂舉手 這是在畫什麼 看得懂舉手 你們上過我藝術史節嗎 你們上過我藝術史節嗎 看得懂嗎 看得懂嗎 剛才不是說上過我藝術史節嗎 他叫George Brock 1911年的時候畫的 第二張 慢慢看第二張 有沒有比較看得懂 有沒有 有嗎 比較清楚對不對 第三張 我們再來來回回 這是稍微混亂一點 剛剛那是皮卡索畫的 那這一張是另外更早期 1751年的時候 這三張圖比來比去 待會有什麼問題直接問我 我這邊回答 怎麼樣 圖是越來越清楚 哪一個比較清楚 第一張呢 看不見 第二張呢 回到第二張 我們就一直比 這一張呢 不可能看不見 是在畫大象嗎 不是吧 畫人嘛 這看得懂嗎 沒有說完全看不懂 第一張是完全看不懂 對不對 但是這個如果是在立體畫派 這樣來解讀 就都知道他在做什麼 因為他是用立體的角度 不同觀點看 所以 可是觀點越來越單獨 獨一的觀點的時候 就最清楚 剛剛這個是好幾個試點 那這個是也是 不同方向看同樣的人 第三個來 到第三張 這個只有一個觀點 就是我坐在這裡 模特兒不要動 我也不動 我把它畫下來 就這樣子 你們過去都是看這種 看這個才看有 對不對 第二張那個叫做皮卡索 皮卡索就立體畫派出來 立體畫派出來 立體畫派就是說 你一個背 背放在這裡 你不是只有這裡是杯子 你上面也是杯子 左邊右邊都是杯子 同時都畫在一張畫上面 就像剛剛那一張 這樣會看 我今天講的是藝術史節 跟這會有關係 來 下一張 這是一般正常觀點 我們台灣人都缺一個東西 雖然說我們今天聽了很多法理 可是有一個很重要的 基本的原則我們不知道 那叫什麼 那叫做 宇宙的一個公理 或者叫法則 law 那law 不是我們講法律 那個law 就是整個宇宙 運作有一個原則 比如說地心引力 對不對 是不是一個原則 也就說放諸四海皆準的原則 對不對 就是law 就是我不敢放在北極也好 南極也好 外面的星球也好 原則都一樣的時候 經過證實 它就是一個被大家 所接受的一個叫law 法則 中文難題 你去查維基 查這個law 居然沒有中文版的 只有日文 其他國語言都有 不要緊講 用使用中文的人 基本上對於什麼叫law 沒有概念 那law裡面有幾個 名詞我要先讓大家知道 第一個字叫做 consist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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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前後一致 比如說我做任何事情 我第一天到一個月以後 我都是同樣一個人的做法 那叫 consistency 我彈鋼琴 我的節奏 從第一拍到最後一拍 我的節奏都固定 consistency 我開車我的車速保持80 在未來 在20公里裡面都保持80 叫 consistency 但是一下快 200 一下又10 這叫不 consistency 不持續一樣的 叫 inconsistency 這叫 consistency 我們在看 所有的所謂的法則 一定要有一些原則 就是它符合這幾個特性 你才能叫法則 consistency 就是我都持續 不是說今天地心引力是這樣 明天怎麼樣 除非那個質量改變 否則 基本上是不變的 consistency 持續 那 還有一個就是 剛才那個病人 他有沒有 consistency 剛才我們講 剛才 我講笑話沒有 歐北欄說 也不是我都有目標 目的才講 那個 剛才那個醫生就是要證明說 你是活人 你會流血 如果你流血 就證明你是活人 對不對 consistency 可是那病人 他的立場 是不是 consistency 他也是啊 他說死人 最後他得證的是 死人也會流血 對不對 所以他在 雖然他是整套是錯的 但是他在堅持 他的 consistency 上是對的 沒錯吧 consistency 還有一個叫 integrity integrity 是什麼 中文 我去查中文的翻譯 就查得 請盡快做下來 因為我的課 需要用到很多的腦筋在想 來 integrity 是什麼 有人可以解個中文解釋嗎 integrity 網路上你會查什麼叫 理 氣節 完整 翻得很爛 有的人講說 理外 表理一致也可以講 integrity 這個人是一個 他這個人有integrity 他講的話跟他做的事情是一樣的 不會表理不一致 比如說我這個人 表面上裝作道貓案人 私底下 吹吹亂奏 就是沒有integrity 這個人沒有完整度 或者只有在這件事情上說實話 在這件事情上說謊話 不integrity 就是你這個人不是一個完整的 不是一個complete的人 那剛才講的除了這法律 是叫 consistency 還有叫完整度 就是理外一致 不管你看到什麼地方 它都是一樣 所以integrity的相反詞是什麼 我們如果從中文的話 連正氣節完 那它的相反詞就是 可是英文字你如果打integrity 它的相反詞居然是 dishonest 不誠實 就是你表面上 你說我是一個溫和的人 可是我到別的地方我是暴躁的 就是表理不一致 inconsist 不inconsist 不inconsist 就不一致 然後如果integrity就是說 你從理到外 integrity is concept of consistency of action 就是它的行為 它的價值觀 它的方法 它的測量標準 它的原則 它的期待或者結果都是 剛剛是什麼 這樣就有一個完整度 所以我為什麼要講這麼多 我只是跟你講 美國 它是一個重法律的國家 所以 它在法院判了案的結果 它怎麼樣 一定會去執行 這個概念很重要 美國一旦法律這樣判 那你不判就算了 它愛怎麼做 隨便做 但是林之正波 在2006年一直到2010年 判決結果出來之後 美國的法院宣判之後 接下去怎麼樣 它的其他部門 就要按照法院判決的結果 去做什麼 執行 所以我們就不會 因為美國是這樣的一個大國 它 cannot afford 就是負擔不起不 inconcision這件事情 它要要管理整個國家 越是帝國 越需要用一種法 法則 應用到所有的地方 它不可以因地變化 要不然人家不會相信它 越是一個家庭裡面 大家長講話算話 一個部落裡面的 酋長還是頭 做頭的人 我講話就是話 我講話算話 我的話 講出去還會去執行 要不然你會被人撩下來 你這個人不公平 你對我們家的兒子就這樣 對他們家的兒子就這樣 就開始打起來了 所以做主做頭的人 就怎麼樣 我自頭到最後 我一個原則 就是怎麼樣 該賞善罰惡 對就 獎賞錯就懲罰 就是這樣 做頭就是這樣 不可以說偏師 英雄苟且 還是對這個人就不夠好 不說便宜 你就做不到頭 所以美國既然是一個大的 帝國 號稱是世界的金山 他三權分立 他每一個權 一出來那個聲音 其他就要配合 所以我們也可以 基於這樣的信任 相信他 這樣的一個國家 是有一個完整 Integrity的國家 所以我們才可以 相信他的法律系統 你才可以透過 告他的法律系統 得到什麼 保護 之前我們台灣人不知道 不知道的事情要怎麼告 OK 我現在倒過來講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就可以用這兩件事情 來檢視 檢查 所有的人 所有的事情 對不對 你要下台 為什麼要下台 因為你這件事情 跟做這件事情的做法 不一致 你表面上說 你是連結的政府 但是私底下你貪污 你下來 因為你不 consistent 你也沒有Integrity 對不對 你可以這樣講 我challenge你 對不對 那你在上面 要接受人家挑戰 宗教也是一樣 你宣稱 那個行 是真的的行 我就說 不然你來做這件事情 看看 你要持續 你宣稱的 跟你所做的要持續 或者你講的 宗教裡面講的什麼 他講很多 教義 你這教義從頭到尾要怎麼樣 consistent 你不可以因不同的人 有不同教義 你教義 而且邏輯要通 要貫穿 所以基督教 那時候在啟蒙時期 Enlightenment的時候 就接受所謂的科學 Francis Bacon的研究方法分析 去檢視基督教 我們現在講一個歷史 16、17世紀的時候 那時候有Enlightenment 之前是黑暗時期 天主教整個控制 所以他們接受科學的挑戰的時候 你記得以前是 我們大家都相信科學 用那個來挑戰宗教 可是在這個挑戰宗教的過程當中 只有哪一個宗教 接受他們的挑戰 基督教 我們的民間宗教信仰剛好高 有沒有辦法接受挑戰 沒有辦法 所以我再舉個例子 為什麼我還在講這件事情 我們現在好像停留在 16、17世紀之前 雖然我們用的是高科技的東西 但是我們的腦袋 並沒有經過啟蒙 沒有經過文藝復興 沒有經過這一切西方人走過的東西 我們只把外國的東西 整個套在我們身上而已 但是我們不知道它的原則是什麼 我們表面上講法律 可是我們不曉得法律的原則是什麼 我們表面上講民主 可是我們不曉得民主是什麼 What's the base for democracy 民主的基礎是什麼 我根本不知道 因為我們沒有這方面的教育 我們鄉鄉物部落形式 突然被不同的國家殖民佔領 到最後 怎麼會變這樣 你如果沒有這種知識的話 你只能繼續被人家統治 所以我們想怎麼在這裡這麼多 才跟你們說一下 就在update這個部分 consistency Integrity 你知道我都變成現代人了 過去亞洲國家有幾個 已經面臨了西方的挑戰 像什麼日本 黑巡 黑船來的時候 西方國家船艦毛利攻進日本 日本下來跳 趕快什麼明治維新 才跟西方接軌 中國不要怎麼樣 就被人家入侵 最後就變成人家殖民地 所以他們腦袋還在擁抱以前那個東西 沒有長大 那我們更糟糕 還被這一群人統治 所以讓你頭腦更是不清楚 看到法理的時候 我們無從解讀起 人家說這個 人家說那個 我們無法做檢查的動作 也沒有做判別 英文有個字叫Discernment 我們有沒有判斷是非對錯的能力 所以現在要把你們搞這兩行 基本 我們不要講太複雜 我只講兩個概念就好 一個叫Consistency 一個叫Integrity 用這來看所有的論述 比如說你說國民黨在台灣統治合法嗎 我們就問你 你說叫中華民國 那我就說好 中華民國只能放在台灣嗎 出去有沒有叫中華民國 沒有的話 那你就不要 你理外不一致 你說的跟國外描述你的不一樣 顯然有問題 民政府的ID如果拿出去 台灣可以用國外可以用的時候 四海接準的時候 他就是可以被接受的concept 他有Integrity 是不是 所以你檢查東西 外面的人用那麼嚴格的方法來看 民政府的法理論述的時候 OK 那你用同樣的標準去看 現在執政的那一群人 他到底有沒有合法性 你要同樣的標準去檢視他們 我們OK的啊 因為我們跟你們講的沒有什麼東西 就是講是歷史上的證據啊 事實啊 還有基本的邏輯啊 我沒有在訴求情感喔 沒有說 喔 台灣人啊 很多人騎得跟台灣人做 都沒有 我們只是很平鋪直續的告訴你一些 事實給你們補充資料 給你們該有的概念給你們 就這樣而已 就這麼簡單 好 接下去 OK 下一張 OK 接下去我要開始慢慢進入到史觀這個東西 史觀也是 我現在觀點要前後一致嘛 所以你任何寫歷史的人 他一定會有一個觀點 他不可以跳來跳去的 不能說這裡我是清朝觀點 變成明朝觀點 跳來跳去你到底是誰啊 所以你寫不管有一個史觀一出現的時候 他即使是錯的 他也是錯的很一致 對不對 所以事實Event只有一個 但是一旦被訴諸文字的時候 語言文字來描述的觀點的時候 就必須採取某種觀點 因此 所有被寫出來的歷史都有其觀點 對錯我們現在先先不要說 我們要說觀點 好 下一張 OK 有人說史觀有什麼重要 大家都喜歡講台灣史 過期也很多人上台灣史的課 但是一個大前提錯了 以至於大家都被誤導了 有人說史觀怎麼這麼重要 歷史課我也跳課 沒有在聽的 錯了 史觀很重要 史觀觀點影響立場 立場左右你的選擇 選擇 最後會採取行動 你的行動會決定你的命運 台灣人的命運會因為 這樣在地黏著 到這個結果 你現在出去台灣民政府的法理 講出來之後 真的很多人就做了什麼 有立場 立場採取立場 不要跟你聽還是要跟你聽 那為什麼他會聽會不聽 他有一個觀點 他決定了 來決定他要不要聽你的 所以他立場已經定了 有的人就會說 這不重要 因為他已經決定了 他心裡面已經決定了 才會這樣子 他在法理上辯不過你 說不贏你 那時候會怎樣 走 不要跟你說 要不然就是情緒上的攻擊 那個人就是要說不定 那是人生攻擊 他不是就理論理就事論事 我們就要就這個法理來講 之後會採取行為 接下去他就 他的行為是什麼 我們的行為是什麼 我們就去辦身分證 我們去江人民政府 像你們就來到這裡 上課 接受法理訓練 參與 就是不僅有概念 而且有行動 去支持 back up你的理念 對不對 你的史觀 最後什麼 決定你們 再過幾個月以後的命運 就是這樣 那為什麼講這個史觀 最近不是在插 流亡政府 繼續要修改我們的 給你那的課本 對不對 歷史的課程剛要 要改 這牽扯到最重要的一個觀點 就是史觀 自由時報前進 那些什麼 中國史觀 霸凌什麼台灣史觀 這個土地上面 富翁馬沙人 M17世的後代的史觀 慢慢聽我來講 他們過去 史觀 is always tainted by sin motives and self-interest 人在寫史觀的時候 特別是國民黨所寫的史觀 都tainted 就是被污染 被contaminate 就是被污染了 在台灣的史觀 還有動機 還有個人的利益 罪這個東西 是掩蓋過去的罪行 比如說國民黨在台灣 代理美軍佔領 在台灣犯下的戰爭罪罪行 透過改變台灣人的語言 扭曲日本台灣人的身份認同 透過學校教育媒體宣傳 學校考試 加強在台灣人腦子裡的史觀 忘記台灣人自己是被害人 讓我們忘記 忘記我們是誰人 也忘記說我們是被害人 他透過史觀 你改變你的史觀 不僅給你 你怎麼割 自小孩你出事就給你割 割到後來口齒叫你再被 被了還用這個來篩選 對不對 一代 三代 四代 你自己去練 讓你台灣人忘記 他目的是什麼 其中一個就要掩蓋他過去所犯下的罪 他持續犯下的罪 比如二次拜給我們台 叫我們去做兵 對不對 給我們抽稅 做這些改變我們的國籍 改變什麼語言 改變我們的認同 這都是犯罪的行為 我們應該直接跟美國講 現在就該stop 沒有 怎麼用我們又繼續 再這樣做他 第二個 Motive 他做這個 還有一個未來的目的 除了掩蓋過去 還要給你設計你的未來 怎麼設計未來 國外民黨在國內國外 所有針對台灣所做的一切 宣傳 金錢建交外交 就是在虛構 條約的解釋 辯造歷史資料 目的是什麼 是要竊取這塊土地 他要怎麼做的目的 要改變你的事關目的 就是台灣投票 要做議員 他想就地合法化 這就是這樣 第三個 為了當下利益 台灣島內所有的媒體 教育部都在一條邊的掌控底下 統一口徑 包括教育部修改課程大綱 如完全忽略和台灣地位 最重要關係的什麼 馬關條約 舊金山合約 紙提新聞稿 就是要維持他繼續在台灣統治 你知道嗎 所以史關 來下一個 那我們怎麼判斷史關 我除了剛才前面跟你們講 康斯盛之音那邊 海外還講一個新的概念 你知道透視圖嗎 我們都會看透視圖 比較橫的 比較小 金的比較大 那叫透視 來下一張 這鏡像的 透視圖 該大的地方大 該小的小 你就看到這個空間 但是如果三個地方 一樣大的時候 你的空間混淆了 看不清楚 所以跟剛才你看那個 皮卡索的話一樣 他的大小 位置改變 你就 看不清楚 那個空間是什麼 看不到 那這下面那兩個就是 刻意的放大 某些部分的歷史 過去的一講到台灣史 只講清朝 明朝 正常 跟他說那個 我待會兒 慢慢跟你解構這個東西 日本的歷史很少 有些部分歷史根本消失不見 這就是刻意在扭曲 所以你們台灣人 要看歷史的透視圖 看不清楚 對不對 我們只有在事情的 先後順序上擺得對 你看東西再看得清楚 下一張 好啦 那怎麼擺 我們也要篩選的標準 根據什麼 我來決定說 這段歷史比較重要 這個是旗詞 這個是什麼 我來分ABCD 第一集的證據 就是科學證據 越上面越接近客觀 越下面越牽扯到主觀 越客觀 就是放諸四海皆準的法則 我們剛才講law 比如說基本的邏輯推理 這邊說 大家都有 放諸四海皆準 包括非洲的人 很奇怪 你會不會覺得 所有人類的邏輯觀點都一樣 你去非洲的東西拿來 你把人家東西拿來 他一樣跟你翻臉 因為他心裡面有一把尺 跟你一樣 也是公平的觀念 你跟他講這些邏輯 一加一等於二 他也是可以了解的 只要是人 只要你是人 你對邏輯 一些基本概念 也是都一樣 放諸四海 不管你有沒有受到教育 都是一樣 不會說我不受教育 你知道什麼叫公平 什麼叫對錯 我還是知道 有一種是built-in的程式在裡面 已經寫在裡面的 物理性質 比如說碳十四半衰期 五萬年內 有些人拿一個花瓶來賣給你 說這個花瓶子 一百萬 在廟 我說什麼這一百萬的 親切告訴我 我告訴你這有歷史 這以前有法國什麼法皇時期 十幾世紀都有 親切告訴我 後面有證據 這個還有證明書 這可不可以相信 有一個方法可以比較絕對的 跟他講是真的是假的 有可能是對的 也有可能不是對的 對的我就買了 對不對 做什麼 就給他碳十四半衰期去照射 你就知道這個回甘案的年代 是多久 騙不了人 上面的誘 上的誘 證據就出來了 因為他們那個裡面的原子數 會在碳十四半衰期 每過一個時間以後 可是它的準確度 只有在五萬年之內 超過五萬年沒有要的顧測 位置大小量 比如說你在這地方 挖到很多這種異手籠 特別的恐龍 你就推一個結論說 這段時間在地球上都是這種東西 對嗎 不對 跟你開採到的位置 還有它的量 來決定 別的地方挖到是別的龍怎麼辦 對不對 所以這些基本邏輯 跟挖的大小位置 這是物理屬於科學證據 化學性是什麼 氧化 這個時代的人開始使用鐵器 怎麼證明 我挖到的 好啦 你挖到是挖到什麼時候 可能是幾千年前用的 可是你沒辦法幾萬年前 所以你看它氧化程度來決定 對不對 你經過很多時間 它氧化程度比較嚴重 第三個 最後一個是什麼 最近比較出現的東西 就是DNA DNA在你血液裡面 很有意思喔 DNA因為現在科技的發展 要去測你的DNA很快 比如說這個小孩是你生的 拿去DNA 早上不是那個人 媽媽有主導權 決定誰是你的繼承 DNA拿出來看 你敢跟我在外面亂生 DNA拿出來看就好 騙不了人 待會兒我會花更多時間 再講這個DNA的部分 歷史資料相對客觀 語言學文化成分 我們現在大部分都在說這部分 沒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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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把它關掉就好 來 語言學 因為我的記憶力不是很好 我一講他一打錯 我剛才講到哪裡就忘記了 所以語言學 比如說語言也可以考古 我剛才講到DNA 沒有我待會會補充 我會補充DNA的部分 先講語言學 有人說台灣的就是火爐的 那不是 不是 為什麼不是 要講證據 對不對 因為台灣話裡面 我們台灣話裡面 很多的話 不是在閩南那個地方人在用的 我覺得 有人 我去新加坡 馬來西亞 他們說 我說福建圍 結果我就聽他們講 說 這個東西是幾類 這幾你要吃露汁嗎 聽得懂嗎 幾類是幾個嘛 對不對 露什麼 福建圍 不是啊 那是當地馬來西亞去染的 露汁是什麼 就是麵包啊 那麵包 你說 他們說福建圍 但是對我們來說不是 台灣 它裡面有一個基礎 所以我說語言也可以考古 因為很多年前幾百幾千年前 語言流到那邊 加上當地的語言混成一個新的語言 不能說全新 但是它有一個架構是這個 所以你說它是那個 也不等於是 所以我說語言也可以做考古 就是這個語言來到這邊多久 慢慢跟當地的語言做了融合 有些語言就消失掉 就是這樣 但是這屬於這個層次 我等了 再說多少 這個地方已經什麼時候開始做農作 再來文字記載 非常主觀 我剛才講寫史觀的人 你們任何在座有誰在寫歷史的 沒有啊 沒有資格寫 也沒有人認可你的 只有少數有權利的人才委託誰去寫歷史 歷史不是我們在寫的 只有執政者委託誰幫這段時間寫歷史 有權利的 那個手機麻煩真的要關掉 因為我打岔太多次了 手機真的麻煩關掉 關靜音 最後 我先直接跳了 我現在越扯越絕 來 再下一張 你是誰 你是誰 你是什麼名字 你在這裡做什麼 你叫星期五 有人知道什麼叫星期五 知道舉手 有人知道嗎 星期五怎麼來了 你的名字叫星期五什麼意思 你有沒有看過魯冰孫漂流記 知道吧 裡面是不是有一個人叫星期五 有嘛 魯冰孫漂流記 我告訴你是什麼 就是一個白人 他在十幾世紀的時候 在我看看 我這邊有寫1719年的時候寫一個小說 那小說有一個白人坐船 到一個 不知道哪一個島上 就在那邊附近擱淺 他就漂流到島上 他就拿船上剩下的物資 就在那邊搭一個房子 就住在裡面 當初剛到的時候 島上一個人都沒有 可是過了幾個月之後 突然有一個人冒出來 跟他一樣是人 是當地住的人 對不對 他說 他也不曉得叫什麼名字 所以這叫什麼白人觀點 我剛才跟你講 觀點很多 你有你的觀點 我有我的觀點 男生有男生的觀點 女生有女生的觀點 在北美洲的白人有白人的觀點 印第亞人有印第亞人的觀點 誰的觀點比較重要 不一定 不一定 男生有男生 女生有女生的觀點 結婚的時候誰的觀點重要 要鬥爭 是不是 我主持人就是這樣 我吃飯都要整個花 都在家裡 我家裡就開飯了 不然我們家裡就是 殺人生來殺人生吃 這個就可以吵架了 這就是觀點不同 要協調出一個共同的觀點 才能生存下去 北美洲的印第亞人 如果繼續堅持他 我是印第亞人 我本來就住在這裡的觀點怎麼辦 他就消滅了 對不對 所以你的觀點中不掉 不一定 後面還有實力那個人在做支撐 好了 現在有意思 台灣本來的名字給我講 有人說母親的名字叫台灣 是嗎 有人講佛爾摩沙 佛爾摩沙自己有什麼 沒名字我告訴你 為什麼沒名字 一個土地上面 如果只有我住在上面 印第亞人版叫印第安人嗎 是你給你賠的嗎 不是 是別人自己賠的嗎 就像這個人跑到那邊叫他星期五 那個人叫星期五 不是吧 我如果在這個島上只有我住 我為什麼要給自己取名字 除非我跟人家互動 我才開始給 才有名字 要不然到當時島上只有互相 部落互相叫來叫去 沒有人替整個島出去 我跟外界不互動 直到十三世紀日本人來 十四十五十六世紀不太多人來 佛爾摩沙美麗的島 到九星山合約之後 就叫台灣 所以母親的名字不是叫台灣 叫佛爾摩沙也勉強也不算是 本來沒有名字 但是我們要取個名字 因為現在開始我們跟世界互動 我覺得佛爾摩沙很好聽 為什麼 台灣後面叫ese 台灣ese 像Vitamese、Chinese都不好聽 我要叫什麼 佛爾摩沙 美國叫American 德國叫German Australian 叫佛爾摩沙 好聽 下一張 這有了 就講到DNA 你們上網都可以查的 這資料不是我自己編出來的 這是有科學證據的 國家地理雜誌 誰看過 有看過舉手 知道有這個東西 國家地理雜誌 很好 有Discovery Channel 國家地理頻道 裡面去看 他們是很有錢的組織 所以他們用錢來養一個project 這個project叫做Genographic Project Genographic就是 把人的Q-tips Q-tips怎麼講 棉花棒 放在口腔裡面這樣 就拿去檢驗 把你的DNA抽出來 我知道很多人在講林馬利那一篇 但是我講的是美國這邊 美國這邊的話 它的樣本空間 六十七萬 六十八萬 現在一直在累積中 他抽出來的時候 他做一件事情 因為我們在DNA在複製 我們在繁衍下一代的時候 都會複製我們的DNA 每一次複製的時候 有時候有誤差 就有一節可能miss掉 或者怎麼樣 這個誤差就造成後代的記號 從你這邊生出去的人 都帶著同樣的誤差 繼續繁衍下去 所以用這樣倒追回來 就把人類的祖先找出來 最後的人類祖先找哪裡 非洲 非洲 所以我那時候 你可能對其他國家 沒有什麼太大的興趣 比如說 非洲後來有的到歐洲 有的留在非洲 有的到印度 有沒有 最後到北美到南美 有沒有 有的 這些時間點 差不多幾萬年前 四五萬年前 到六萬年前 然後對我們 跟我們比較有關的 我跟你講是這條 M174的後代 對家到埃及南部 到印度 到爪哇 這是馬來半島 到台灣 到日本 到韓國 最後才進到所謂的中原地區 要叫南部 所以中國這地方 有好幾支支派來 有從印度這邊來 有從中亞來的 有從歐洲來的 有蒙古下來的 都有 所以誰是雜種 你中國人是雜種 我們是他們的誰 祖公 他們是從我們這裡出去的 所以韓國人前一陣子說 我們是中國人的祖先 中國人起到要死 不好意思 韓國真的是你祖先 然後我們又是韓國人的祖先 對不對 我們也是 我沒有在說錯 經過幾萬年到這邊 幾萬年到這邊 幾萬年到這邊 這是入境圖 這是什麼 是我慶祭公公的 不是耶 這是有科學證據 DNA的證據 要不然你來推翻這個 你跟我講不是啊 他們都很愛說 我們中國移到台灣來 不是 我們本地就是M174的後代 特別是我們高砂祖人 特別要驕傲 我高砂祖純種的 純的 你們雜種的 還要跟我們說 我們祖先從哪裡來 不是啦 你們祖公從我們這裡去 好了嗎 整個歷史 他編造的謊言 一下就推翻了 我剛才講科學證據 議員是後來 最近幾百年幾千年的事情 你跟幾萬年怎麼比 沒得比 沒得比 是 後來在這邊 因為台來台去之後 很多人種在這邊 形成一個文化上的強勢 對我們來講是一個強勢 所以國民黨來 套過三行問題 問責任哪三樣 姓氏 他真的要說你什麼生 昨天去吃飯的時候 我們祖譜笑死人 一個男生來灑個精子 你就變成他後代 不太簡單 他們很喜歡講祖譜 你姓什麼 我跟妳講 以前的姓氏是怎麼產生的 就是部落跟部落打仗 這邊酋長的姓 以後就是你們 被我征服的人的姓 就是這樣 是這樣才有姓氏的 不是說你真的有祖先這樣子 就部落在競爭之後 我慢慢之後會講部落 講到這個 透過三種 剛才除了姓氏來統治你們 還有什麼 宗教 叫你拜贏的行 台灣本來的行 哪是媽祖 哪是官公 什麼有的沒有的 那是從那邊來的 是明朝什麼 什麼 對不對 什麼祭公 什麼宋朝的人 跟我們什麼關係 我們這邊是台灣 M174的後代 我們有我們的宗教 那是因為這些人 漢人來了之後 帶著他們宗教 叫他們去拜祢的宗教 這不是我們的宗教 我們的宗教 最重要我們高砂族的宗教 什麼 拜天 禁地 對不對 那是我們 原本在台灣這個宗教 你後來那是道教 那都是外來的 佛教那更好笑 那是印度來的 跟中國也沒什麼關係 那印度那個佛教又從哪裡來 佛羅門教 佛教是佛羅門教的反叛組織 因為釋迦牟尼看到在佛羅門教底下 總性之度階級分得太清楚 下面的人很淒慘 所以想說我要創立一個新的宗教 這裡面沒有階級 大家都一樣都是人 在不同的道裡面輪迴 最後進入涅槃修成正果 這是佛教 佛教是不講神的 佛羅門教講創造的 慢慢就知道這宗教的來源 我們就是給你這些知識補上去 你就知道自己的定位 我要講第三個是什麼 宗教 語言 姓氏 就這個啊 語言嘛 你一旦講中文 你所有的資料都是什麼 都中文世界給的 你會去看英文的資料嗎 你會看 不會嘛 所以我們要講法理一大堆英文資料 看不然一定要經過翻譯 經過我們跟你解釋 你沒辦法直接看到一手資料 日文翻譯 三番四究竟那合約你要分成中文 原來原文的意思你就去猜 秘書長要翻譯給你聽 慢慢給你解釋每個字的意思 對吧 所以你當初來台灣的時候 他第一個限制你的語言 都不可以說台語 都不可以說日本語 那怎麼辦 你馬上就手腳都被拔掉了 過去我知道很多在受日本教育裡面 到美國東京地大念的法律 律師回來都不能用了 為什麼 語言被改了 他已經叫你繳械了 你怎麼跟他競爭 你怎麼跟他競爭 你說你只有講北京外的人才能競爭 你不是大家都等於沒用的人 你要從零開始學習 所以我們的阿公阿嬤那輩子很可能 本來受到很好的教育 結果突然繳械了 不僅被殺 精英被殺 語言也被改了 什麼都改了 教育 我們的小孩子受教權也控制在人家手中 我們還被抓去當兵 男生被抓去當兵 還替他打仗送到中國去打仗 真可憐 台灣人真有可憐 我剛才講的那三個 現在不講太多 所以 The greatest history book ever written is the one hidden in our DNA Dr. Spencer 就這個project manager 那個主事者 他講說 人類最偉大的歷史 其實記載在我們的DNA裡面 因為DNA沒有要騙人 你講的人寫的歷史 可以騙你的 像國民黨這一套歷史 是宣傳品 為了統治你所編造出來的謊言 我們現在一個一個給他戳破 從各個角度給他戳破 我們檢驗他的 剛才講兩個字 consistency 跟 integrity 你是不是持續 你的邏輯是不是一致 都不一致 像我就在挑戰 我用科學證據來挑戰你的謊言 我幫你拆穿 國民黨支持他的執政 有好幾個柱子 哪幾個柱子 媒體 軍隊 是不是 教育 對不對 是不是這幾個柱子 只支撐他的政權 一個一個被拆掉 軍隊是不是被繳械了 不能再有中華民國軍隊 也不能當兵 那不是 現在出媒體 教育這也開始在創 對不對 一隻一隻在地獄 你的行政政府單位 也不准叫中華民國 那不是 對啊 這個都拆掉以後 你還躲在這種 沒有屋頂的房子裡面嗎 台灣人都要蹭起來 你來這邊就已經不簡單了 把自己這方面的概念弄清楚 來 下一個 時間點 他除了給你那個圖以後 他還給你時間點 哪一年 比如說這是六萬 看顏色 六萬年前發生的事情 五萬年前到這邊 然後這種淺藍色 四萬年前已經到台灣 四萬年前 四萬年前 以前我們的祖先到這裡 在這裡生長幾個萬年 後來這十三世紀 幾百年前才發生的事情 日本人才來這邊 日本人也是我們後代 然後後來葡萄牙人發現我們 對不對 不能說發現 你講發現就不對 我們本來要住在這裡 什麼叫你發現我 哥倫布發現新大陸 不是很好笑嗎 這是白人觀點 所以不是這樣子 我們布萊德多愛家 四萬年前 這個時間點 後來到哪裡 到南美 這算後來的 給我看 去中國都是賣賣賣賣賣賣 當你有一個第一集的科學證據出來 接下去所有的新聞資料 發現到的東西 都是支撐你這個論點 過去他講說 毛利人怎麼會跟台灣的北南族那麼像 很簡單 我剛才給你們看那個 最終那個科學證據那個圖一出來 不就一目了然嗎 有沒有 他們參訪師生看到展示 預器展示櫃的時候 相當驚訝 停留很久 他們的預器跟北南遺址的出土預器相同 尤其是當作工具有的預 我那一集怎麼抓什麼話 什麼啪吐啊 他們都很震撼 不用震撼啦 本來就是應該這樣子 因為你們是我們的後代 對不對 下一張 這影響就可以拿出 考古教律師 認為他們是從庫克群導 甚至科學家發現 毛利人跟台灣人的原住民的 DNA是很接近 不是接近 就是根本就在這外面出去了 是很接近沒有錯 但是有理由 是從這邊出去 這村內你們自己去查 毛利人自己上網查 來 下一張 今天時間不多 我就這樣跳 這也跳過 跳快一點 來 回到下一張 我剛才講 台灣是什麼時候 撫火謀殺這個名稱一直作為台灣的國際名稱 包括日治時期也是沿用此名稱 直到1950年代中華民國流行政府來台之後 台灣的國際名稱才叫台灣 那是不利的名字 是被占領地的名字 來 下一張 過去台灣是不是叫台灣 很簡單 看國家地雜誌的封面 這裡寫什麼 National Geography Magazine Fomosa the Beautiful 是不是 人家雜誌的封面就寫Fomosa 跟我講說台灣 沒有啊 這是什麼 紐約雜誌說 那時候轟炸台灣的所迷你已告 圖片 下面寫什麼 During the recent rate over Fomosa Tons of explosive for Fomosa 好幾頓的炸藥炸到Fomosa這個地方 是用Fomosa沒有用台灣對不對 又證明我講的嘛 下一張 下一張 這是什麼 San Francisco條約 上面顯示文 它裡面寫什麼 Japan renounces all right title and claim to Fomosa and Pescadores 這是什麼 澎湖 淘寂是Fomosa 台灣 不是啦 Fomosa跟澎湖 這樣知道嗎 在合約裡面 條約就不讓你清菜給賣什麼 對不對 Define 定義得很清楚 下一張 好啦 現在出來了 這是什麼 被抓到賊窩的王子 在發現自己真正的身世以後怎麼辦 在座各位 你們叫抓掉了 不是被賊抓掉了 是被鬼抓掉了 為什麼是鬼 中華民國為什麼是鬼 死掉的政權不是鬼是什麼 他有兩個牌位在金門馬祖 對不對 跟比死掉的政權 我們是什麼 被鬼附身 講到鬼附身我講一個故事 好不好 這在聖經上面有一個故事 有一個地方叫格拉森 格拉森這個地方是什麼 格拉森這個地方是一個 天然的石灰岩洞的一個村落 因為到處都有石灰岩洞 所以 做冰茶不錯 所以那個人死了 寶寶的就等在裡面 就一個洞 一個蘿蔔一個坑丟進去 後來久而久之 那個就形成一個坟場 可是 可能四人太多台 有的帽就很多 帽子很多 所以有一個人就被鬼附了 被鬼附之後 那個村民 他行為就有點圍場 村民就用鐵鏈把它綁起來 用鐵鏈把它拔起來 結果他還是很有力 就把鐵鏈掙脫 到處亂跑 全身脫光光在那個 白天也跑 晚上也跑到粉隊裡面跑來跑去 耶穌一來的時候 他跑到 衝到耶穌前面說 永生上帝的兒子 我時間還沒到 為什麼你已經來了 現在就要把我拔去地獄 耶穌說 你叫什麼名字 那時候 他怎麼樣 那個人回答不出來 回答不出來 結果是誰替他回答 鬼替他回答 鬼跟他講說 我們叫群 因為附在這個人身上的鬼很多 這個名字叫群 一群一群的群 耶穌說 從這個人身上出來 所以說 跑到哪裡去 旁邊剛好兩千頭珠 全部鬼就附到兩千頭珠上面 就衝到他裡淹死 所以這個就很有趣 我們台灣人一樣 你叫什麼名字 我中國人 這是誰幫你回答 鬼幫你回答 台灣人回答不出自己的名字 是鬼在幫你回答 現在法理出來是怎麼樣 就好像真理 耶穌是真理 一出來一講 法理出來之後 鬼就要跑掉 就跳出來 就附在豬身上 豬就要滾回去了 對不對 我們就醒過來 醒過來的話 我們的名字又恢復正常 我們就恢復理智 把衣服穿起來 對吧 台人是不是很可憐 我們自己選的嗎 不是耶 我們戰敗 不是我們自己去選 我們說要給鬼附身 是因為我們戰敗 被迫 美國 美國叫這個中國難民來台灣 幫你統治 這個部隊 是不是 所以我們是被迫 承受這種事情 但是我們現在 真實的身份發現了 這個王子 為什麼說我們是王子 大吉本帝國的臣民啊 我們現在身份還是狗狗 是不是 阿兄 是不是 阿兄 對不對 不是地 好 下一張 reason OK 講到這個我就跳跳tone一下 誰知道這個人是誰 Lail Toy Story 英文叫這個 中文叫什麼 不是不是全力 全力也不是這樣寫的 全力也不是這樣寫的 你發那個音嘛 我現在沒辦法 順便上英文課 Torway Stor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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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嗎 有沒有聽過Torway Story 聽過Torway Story 聽過Torway Story的人 請舉手 文好啊 寫文章啊 哲學啊 論理啊 OK啊算了沒關係 我們大家的教育 增加多一點 來 Torway Story 在他四五十歲 五十歲的時候 他參加一個派對之後 覺得心裡很空虛 說 奇怪 我整四人沒人 是在沒人什麼 他突然遇到一個瓶頸 他覺得不曉得 為什麼活在事業上 他活不下來 他說 我問的這個問題 其實很正常 應該每個人都問 為什麼大家都不問 大家就這樣每天上班 朝九晚五一直上班 為什麼 沒有人說為什麼 在這邊做這個 沒有人問 很奇怪 他說這個很重要的問題 我這輩子活著 到底幹嘛 台灣那麼死 每天朝九晚五 你是什麼人 為了什麼工作 沒有人問 只有每天去上班賺錢 領薪水 過日子 也不知道自己是誰人 就這樣 魂魂惡惡的過了一輩子 就死去 也不曉得自己是誰 托爾事態很早以前 就問這個問題 你要去問 我管你開的是賓市 住的是豪宅 你不曉得你是誰 你不曉得你是誰 我管你在過什麼好日子 都不重要 你是奴隸 你還過得很高興 很奇怪 所以有的人講說 徐老師你說的這些都不好 我一生追求的就是快樂 跟幸福跟自由 你跟我說這個要好 說台灣法理要做什麼 這句話對不對 我上課的時候 不好意思 我講這個事情的時候怎麼辦 我被打斷了 等一下我在想 剛才我講哪裡 我剛才講什麼 我剛才講什麼 對 我追求快樂幸福自由 是不是很多女生這樣講 所以他就找一個男生 好像可以給他自由快樂幸福的 就嫁給他 然後結了婚以後 發覺這男生不能給他快樂自由幸福 所以怎麼樣 他就離婚了 再找另外一個 可以給他快樂自由幸福的男生再嫁 所以一輩子一直在換 永遠也找不到快樂自由幸福 對不對 我要講這個是什麼意思 我隨便講 你們可能聽不懂我講話的意思 一個醫生 如果說我追求金錢是我的目標 這種醫生你敢給我看嗎 你敢敢給他看 不敢對不對 因為他不對 醫生通常是因為 我的目標設定對 所以我要當一個好的醫生 因為你治病治得好 所以口碑就好 很多人來看你的病 接下去他有了名聲之後 也賺了大錢對不對 所以什麼 自由快樂幸福是 副產品 不是你追求的目標 你應該有目標設對之後 這些是伴隨而來的婦產病 不然這樣來講 結婚都不能遇到挫折 遇到測就換人了 有些婚姻是吸過兩個人 便手知足努力的一起面對痛苦 夫妻兩個人一起面對 衝破層層的關卡 然後最後得到幸福快樂 幸福快樂是什麼 爸爸做好他的事情 媽媽做好他的事情 小孩子做好他的功課 晚上的時候在餐桌面 一天大家聚在一起吃個飯 突然大家都有自由快樂幸福的感覺 就是快樂幸福的感覺就出來 那叫做副產品 你當你的目標設定對的時候 這些副產品就產生了 你不能倒過來追求那個 如果追求那個 嗑藥也可以讓你幸福的感覺怎麼辦 你要不要嗑藥 你懂我意思嗎 你不是在追求那種感覺 說一個比較難聽的 愛情 性 女生要的是愛情 男生要的是性 男生用愛情去騙性 女生用性去騙愛情 愛情從頭到尾都沒有存在過 它只是一個教育平台 不好意思 我不要講太深 我不要講這個 這個已經拖離題太遠 我再講另外一個 西西佛斯 西西佛斯是希臘神話 這個小朋友可以聽 西西佛斯就是有一個人 他很高拐 可是又極端聰明 聰明到一個地步 他全死人賺很多錢 因為他很乖 會設計 錢賺到很多 因為賺了很多 他變成富翁之後 他做了一件事情 他想活更久 對不對 所有的有錢人希望活得更久 有錢人都不想死 他想享受他所獲得的成果 所以他最後甚至去騙那個 騙什麼 騙那個陰間的那個 閻羅王 我們叫閻羅王 那陰間的那個使者 讓他自己上手銬 靠起來 他就不能抓人了 所以有一陣子陰間就關門了 那個宙師聽了就很生氣說 那也是這樣 好我懲罰你 懲罰他什麼 就叫到陰間裡面去 有一座山 叫他推一個 滾一個大石頭 每天就滾這個石頭 往山上 山頂上推 推到 每天很辛苦這樣推推推 快到山頂的時候 要把他推到上面那一剎那 那石頭自己又滾下來 第二天再來一次 再推推推 快到他那一剎的時候 又滾下來 永無止盡 永遠達不到他的目的 叫希希佛斯 希臘神話 他就講我們 每個人每天很辛苦 台灣人很辛苦去探家 辛苦這個辛苦 那為什麼忙 最後得不到你的目的 你今天辛苦什麼 是不是 就是很空虛 永遠好像都被煉獄 叫煉獄一直被懲罰 不斷的懲罰 結果一些倒票 結果算出來 又繼續奴役你 你永遠在人家 遊戲規則裡面被玩 竟然算了 一世人不夠 還有兩世人 二代三代都被洗掉了 很悲慘喔 接下去 我們再走 不要講太多了 我真的時間不夠 我要趕快進到日本 走走走 直接進到日本 回到剛剛那個還蠻重要的 來 西班牙國家法院 19號根據 普遍管轄會原則 對中國前國家 前國務院總理李鵬等 五名中國前任高官發出 逮捕令 理由是這五人涉嫌 對西藏犯下種族滅絕的罪行 這將使得江澤民等人 若走訪國外 可能遭到逮捕 中國官員則強硬回嗆 哪個國家受理此事 將是自取其辱 有膽就來吧 這什麼 種族滅絕 你台灣人去用種族滅絕 你知道嗎 M174後代被種族滅絕 你知道嗎 不知道 我跟你講 現在種族滅絕 不用去帶人 他只要大量的中國人口 進來跟他進去就好 過去他就是這樣對西藏 不好意思 待會可能邀請小朋友到後面坐 我在這邊演講 我跟你講 我們現在講種族滅絕 就是這樣子 西藏 中國大量的人口進去 所以西藏為什麼要流亡 保留他的種 保留他的文化 保留他的語言 印度就接受他 我們台灣走在哪裡 沒辦法走 要繼續你現在還扶貌 還有很多中國人 教育又跟你說你是中國人 到最後連自己是誰 都搞不清楚 現在這就是要種族滅絕 不用真的幫你帶人 一切人跟你結婚就好 你的下一代會認同誰 本來說什麼會認同誰 你會認同台灣 不會 強勢文化進來 你會認同誰 不會 你M174後代到哪裡 我們高砂祖宗 要一百萬人 幾十萬人 現在存多少 是不是有計畫屠殺 是啊 怎麼沒有主張 我們台灣人沒有自覺嗎 不曉得這事情的嚴重性嗎 你要根據什麼 站立在這個世界上 你怎麼交代給你後代 當你開賓室住豪宅的時候 你要怎麼跟你交代 下一代講說你是誰 沒有 沒有那個認同 最起碼 所以過去我們北部 那代講你不要叫外甥人 那時候叫外甥人 不是要外甥人 叫中國人 是說什麼 這是最卑微的呼求 台灣的老母對小孩子 最卑微的呼求 我們現在被人家佔領了 祇舊你不要去抓 你不要去嫁中國人 去藍去 去墓去 去逃去 是這樣 人家西藏還可以 就是流亡到國外去 我們走不去 在這裡 你的後代到哪裡去了 漸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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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這樣子 那是很卑微的訴求 對這個人種的最卑微的訴求 我們本來在這邊幾萬年 為什麼要最後被這一群人給弄掉了 這背後始作永久 美國你要負責任 你帶這個人來做什麼 給他待這麼久 還想騙我一百年 騙他一百年以後沒有台灣人 誰要騙你一百年 騙一百年都沒有台灣人 沒有人再跟他反抗了 這個地方變成一個中立區 水在一圓 是不是 下一張 雖然聽到這個 真正大部分關心是這 不關心的人 百分之九十五 你們是少數政治精英 不僅聽到訊息還會回應的 我們就不斷的交易你們 自覺醒過來做對的事情 我不想這樣太多 所以這下去就知道 我現在要講另外一件事情 就知道資源回收人 我來講 資源回收人是什麼東西 過去我剛才說 存在感 我聽過講存在感 就是有一個寶寶拿出洗衣尊 媽媽餵他奶 對不對 他慢慢建構自己的存在感 因為媽媽餵奶 我哭了 我肚子餓了你就餵我 我就跟他說有媽媽有我 我存在了 慢慢被呵護長大 他開始弟弟妹妹來跟你玩 爸爸跟你玩 你就慢慢透過更多人 來建構自己的存在感 存在感強的人自信心就強 自信心強的人就學習力強 學習力強的人就有競爭力 將來出來之後 就變成有用的人 可以幫助其他人 對不對 這就是存在感的重要性 存在感不夠 就會慢慢結成一堆 形成部落 再互相保護 最後再跟另外一個部落 如果這個存在感強的部落 就打敗另外一個存在感弱的 相對變弱勢的 你就把他吃下來 然後建構國家 慢慢越來越大 變成幫聯 越競爭 你就有競爭力 就搶人家土地這樣 在搶的過程當中 會發生一件事情 他在打敗對方的時候 為什麼 把全部對方都滅掉 怕你以後跟我反抗 可是久了以後 發覺這樣也不行 為什麼 我都給他抬掉之後 那土地什麼沒去進走 所以一定要留一些人在那邊 他會留誰 他不會留那個聰明的 或者有利的 你男朋友我都給他抬掉 你跟我手把我都給他抬 跟聰明的也給他抬 所以過去台灣的精英都被殺了 他有計畫的針對你 是針對性的 剩下不會跟我們 擾弱婦孺留下來 幫我種田 時間到我抽你稅 又抽到我的口袋裡面 我不管是透過賣武器 反正把錢收回來就對了 你透過agent也是一樣 所以剩下被留下的人 我給他一個名字 叫做資源回收人 你本來是被當垃圾要棄制 現在留下來工作 替他工作 香港就是一個資源回收城市 過去被英國統治 我就配一個總督來 時間到我抽回來就好了 大英國就拿去用 你就繼續 所以換成中國的時候 江澤民跟他講說 舞照跳馬照跑 意思就是說你繼續在那邊練 前時間到我就把他抽回來 就資源回收城市 資源回收人的激力有多長 媒體多長他就多長 洪中究的案子一個月就是一個月 塑化劑一個月就是一個月 新聞不報他就不是這個事情 就忘記了 這就是資源回收人 資源回收人的指導 上級指導員是誰 就媒體 媒體叫你上街去抗議 你就上街去抗議 叫你去看黃色小鴨 你就去看黃色小鴨 就是資源回收人 他的習性 他太沒辦法 不曉得自己是誰 他放到哪一個國家都可以 叫他移民去美國 但什麼都不 什麼都不思 你可以被任何國家所使用的人 叫資源回收人 你沒有自己 真的認識沒有出來 下一個 我講的 各位來 我直接講日本帝國 好了 我們記 來再走 再走 再走 我今天給你們上課 主要的目的是 把你們的史關拉長 過去統治者 國民黨 流亡政府 變了一個謊言 變一個 中國人 沒有漢人這件事情 像最近不是有一部電影 什麼那個 要演了什麼 加農是吧 加農 在做廣告 我跟你講 裡面我看到幾句對話 就不對 他說日本比較會防守 那個原住民在跑壘 然後台灣人比較攻擊 不是他講漢人 不是啦 沒有漢人這件事情 台灣人上面怎麼是漢人 扶我摩殺人 漢人只有少數一些人來 我們不是漢人 你知道 我們的血上面流的 不是漢人的血洞 你不要弄錯 他們只是幾個漢人 跑到台灣跟你爛 我們真的是M174後代 不是漢人 那不是漢人 而且世界上 你沒辦法跟我定義 什麼叫漢人 抱歉 請你告訴我 漢人的DNA是什麼 講出來 定義出來 我們可以定義M174後代的DNA 可是漢人是什麼 為什麼沒有漢人 然後詐字 蒙古下來統治你也混了 大清帝國也混了 那都不是漢人 五湖亂華 不是亂的 已經亂成一堆了嗎 到後來孫中山不是講說 什麼共和國對不對 五族共和 表示有好多族 什麼叫漢人 這1624年 西班牙荷蘭統治 到1683年 之後什麼東寧王國 來 後來大清帝國 大日本帝國 我們把時間拉長 這是六萬年 這邊時間很短 來下一張 再下一張 再下一張 這清朝時候的地圖 你們看過對不對 明朝 鄭成功統治台灣 那樣 他統治的區塊 只有這裡 這很好笑 只有台南府城市周圍 超過那些都去用台 為什麼高砂族 跟不同的部落在那邊 這叫做明朝 明正時期 鄭成功 他這麼多人 你去統治台灣 開玩笑 他透過什麼方法 沒有啊 這是明正時期的 你可以上網 維基百科一下 我也不用編 就是這麼大 你跟我說減台灣 清朝這個叫減台灣 三分之二不是你的 叫減台灣 所以你這個歷史 已經被扭曲了 我們過去講這個歷史 中文名字編出來的歷史 你實際上 統治範圍這麼小 叫做統治台灣嗎 是嗎 不是嘛 大部分土地都不是你的 之前這邊是荷蘭人在統治 這邊是西班牙人 這是大獨王國 這是另外一個 獨立於他們之外的空間 你用歷史 比你台灣人陪 我們過去真的相信 也去背 也去考試 來 下一張 1735年 這法國人 藝術長給你們看過這一張嗎 來 下一張 再走 再走 回到這個 大日本帝國 現在的總督 1895年 1945年 五十年裡面 日本人對我們統治 他們是合法佔有這個地方 我看他們對台灣做了什麼事情 1895年 第一代總督華山之際 就是這個照片 按照照片 他帶他女兒跟你這樣一樣 帶你的女兒來這邊一樣 好可愛 1895年的時候 穿得很漂亮喔 將軍 第二個 第二代是貴太陽 乃木西點 二月太陽 這就是我們講的厚騰心平 這張是厚騰心平 歐兜心背 我直接念 1895年 華山之際 軍政轉民政 領台善後 租罪減免預告 地方官制 委任立法 制度確立 台灣總督府平議會創始 司法制度確立 地方法院 副審法院 高等法院警察制度 要求人家該做的基礎工程 OK 沒有在亂搞喔 中國人來就是 起廟 起聲 抽水 不是在建設 明治二十九年 1896年 六月二號到十月十四號裡面 就做這些事情 台灣總督府臨時法院 第六個實施 政治犯臨時法院 台灣公益制度暢始 國語學校預備 明治二十九年 第三代總督府南部西點 三段警備法 鴉片制度 鴉片制度就漸漸讓你不要吃鴉片 因為清朝那時候 你不會賣鴉片嗎 漸漸讓你不要吃 先從公賣開始 然後最後就減少量 教育制度 民事訴訟條庭 醫院設置 台灣伸張條例制定 新高山就是玉山 我來叫玉山 其實是新高山 獲得台灣總督府 搬售伸張一千名台灣人檢藥傳記 從軍政管理生 然後1898年 警察及私域官養成 設置保甲制度實施 土地水利 地極調查 大小租泉 地方支持規定 基隆及高雄竹港工程 全島道路鐵道建設 福利病院時間 我跟你講 那時候不是什麼清朝 什麼鐵路放台灣 那沒通用 日本是重新建構台灣的鐵路系統 你們上網去查 財政獨立計畫 預定明治38年晚 財政獨立計畫 財政20年計畫 離災救助基金公佈實施 禁足廢止 一種百貨 唐業政策缺利 台灣政策 學校整備 台灣教育會執 下一張 1906年 佐久間佐馬太 裡面有農會 內地人 農業移民事業開始 台北市街道下水道設置 他們根本不知道 什麼叫街道下水道 我們在1906年就做了 台北市 裡面很多 縱貫線全通 那時候後來我們的那個 日本天皇來 那時候還是王楚的時候 來台灣的時候 就是透過縱貫線全部 每一站都去停 待會會給你看照片 中央研究所開設 化學部衛生部 阿里山開採造林事業 松山療養院 博物館開設 待會可以看博物館的照片 第六代總督安東真美 明石二郎 明舊里之後會更清楚 大政7年1918年 台電創立日月潭計畫開始 然後學校體系建立華南銀行 華南銀行 台北高等商業學校 台北商專 廣東福州博愛醫院 南洋諸事會社 縱貫線中部海岸線開通 海山 田建治郎 待會我們會看他的日記 然後這邊發生一些事情 黃太子殿下台灣行 那時候黃太子本來要來台灣 然後那時候有一些台灣人 就跟他講 這邊太危險不能來 來下一張 我跟你講 在清朝的眼中 我們台灣人是話外之名 三年一小返 五年一大返 永遠是問題 但是在日本人眼中裡面 他的總督講什麼 一般人民 極其忠實順良 敢思一同說 為什麼以前在清朝裡面 我們是反的 因為你不會自理 你把我們求 一直抽我們的稅 難怪我們會反 但日本人的時候 為什麼一視同人 包括我們父母親 那一代說 日本時代很好 有原因的 人家真的在建設 真的在為台灣人好 真的在幫助這個地方建設起來 來下一張 這叫過去的 這裡面有幫忙的 後來海南台灣人 在這裡就是這個 黃曹琴 黃曹琴 幫忙的 那時候加入國民黨 那時候到日本受教育 他就是在清朝裡面獲得好處的那些人 像日本人來統治 對我們好我們就接受 對不對 我們要維持我後代 對我好的 你真心對待我 我才要嫁給你 開玩笑 搞什麼領地 每天虐待我 我還對你好 沒這回事 對不對 會看嗎 但是那時候 在日本時代 就已經這麼燒包 你看穿這衣服 這個是法國的那種精品服裝 真的很燒包 男生穿的 你看 杜聰明 後來台大醫院的 第一任 這都是以前台灣的精英 這個我穿著 我爸爸的阿久伯 下一張 那時候哥倫比亞 你看同學路 不同巴黎大學 美國Universal Columbia 不同學校 去念不同的 念神學 政治醫學 化學 經濟美術 你看看 鹽水龍 林獻堂 過期的我們的神伯 下一張 我不講 講快點 我們直接看照片 大家再回來看這些 馬街 直接看照片 翻到的時候 這以前馬街的時候 在189幾年 我們走快一點 18幾年的時候 馬街 你們知道是誰嗎 加拿大人 在Princeton念神學院 跑來台灣 在1895年之前 就來到台灣 那時候剛住的第一個旅館 叫做皇后旅館 看起來好恐怖 聽說湊成 他日記寫說湊成很多 所以他第一天就睡不好 來下一張 後來他替台灣人拔牙齒 很多白牙齒的照片 下一張 他大鬍子 你看 現在吃飯 還有腳掏的醫療上面 台灣現在還有這樣吃 下一張 主日學 那時候開始對台灣 外國人來做幾件事情 就是給你教育 開設醫院 馬街主要來做兩件事情 就開設醫院 下一張 你看 馬街 下一張 過期的情調都是 啟聲啟廟 幫你抽水 我告訴你 啟聲啟廟 在外面就是外面 進來就給你抽水 啟聲啟廟 這樣灌 不是真的在建設這個地方 下一張 過期的 就這個樣子 下一張 1895年左右 日本人來的時候 照著照片 下一張 淡水 下一張 那時候在台灣 下一張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檳榔西施 真的啊 我跟你說 阿嬤在賣檳榔 現在我們的檳榔西施 換成阿嬤 沒有人要吃檳榔了 對不對 對不對 就不用 不用說不要吃檳榔 不用推行這件事情 你只要請阿嬤去賣檳榔就好了 事情就解決了 真的啊 他賣檳榔 他自己也在吃檳榔 嘴巴紅紅 下一張 西鄉蟲道 那時候台灣 待會幫我唸一下 那個圖片 西鄉蟲道 沒有錯 來 下一張 那時候高沙祖他訓斥說 李帆政策 就說你不要再 那時候有出草 出草的時候砍人頭 不要再砍人頭 來 下一張 你看 北白公親王來台灣 剛來台灣的時候 來下一張 北白川公親王 你看 他們那時候高沙祖的部落 歸順之後怎麼樣 前面拿日本旗對不對 那後面的人 每個人都拿一根桿子對不對 上面都掛了什麼東西 人頭 全部是人頭 來下一張 那時候順番 就是你願意歸順的話 那時候十年 不是沙德哥派來的演嗎 要教他怎麼用槍 怎麼打仗 來下一張 那時候的高沙祖的 18多少年的時候 很漂亮很可愛 來下一張 你看 他們一起合照 有沒有拍團體照好像很酷 你看每一個球長頭目的腳下 都是一個什麼 那時候平埔族 我們平埔族被殺 將近有三千多顆 三四千顆 日本有幾百顆 他說叫他不要再出草 出草就是把人頭抖起來 就這樣子 好恐怖 後來才慢慢改過來 說不要再這樣 來下一張 所以他們洗澡都很害怕 都一定要人保護 拿著槍那邊 要不然洗澡洗一半 就被頭砍下來了 下一張 這個很可憐 那時候高沙祖他們很討厭日本人 對小孩子受教育 所以進到學校把老師全部殺掉 學生殺掉 所以這邊幾個小朋友是留在這邊的 因為他老師把他藏在糞坑裡面 等下殺完又把他們揪出來 那個是日本老師把他們揪出來 生還者 來下一張 後來就接受教育 來下一張 慢慢來 越來越好 那時候第九連隊 第八連隊 空軍來台灣 開始我們一本人 來下一張 那時候小朋友畫的畫 來下一張 學校 第八連隊的部隊 來下一張 飛機都來了 來下一張 那時候打贏馬尼拉的戰 來下一張 我們到街上 你看那小朋友幼稚園 園遊會 來下一張 這是什麼 在哪裡 台北公會堂 台北公會堂 現在人家叫中山堂 其實不是 叫台北公會堂 台北市民每個人管一塊 來下一張 這是什麼 以前公賣局 對不對 來下一張 北投溫泉 下一張 這哪裡 有人說這歐洲嗎 台大醫院 台大醫院 有漂亮嗎 很像歐洲 下一張 我們的軍隊 軍樂隊 下一張 這時候叫三三樓 有沒有唱過台語 謝謝九才三三三樓 對不對 三線路 來下一張 這什麼 我們的棒球隊啊 什麼紅葉拿石頭 胡說八道 那很可憐才會拿棍子去打石頭 人家你看 有制服有帽子 有隊服有手套 有棒球有球棍 你看多帥還有 對經理還有對棋 這是哪個學校對哪個學校 華山小學對南門小學 華山對南門 那時候每個國小之間都有穿制服 好不好 那時候有難民交了以後 才開始 這麼可憐打棒球 好不好 本來我們的高棒球水果很高的 我們是打到甲子園 打到final 我們的佳農 就打到那邊 這個不是只有台北市 那是全島各地 每個城市都有國小棒球隊 都是穿制服的 哪是被你扭曲什麼 民視還弄一個專輯 笑死人 他追蹤時間居然是紅葉棒球 才不是咧 日本是來19多少年就開始打棒球 而且打得這麼專業 不要弄錯了 來 下一張 那小時候多高興 這是什麼 台北市公車 台北市公車 來 下一張 而且要來買票 而且要排隊上車 不是像中國難民都用搶的 那時候台北車站的前身在前身 來 下一張 中山 中山北路走到哪裡 台北神社 下一張 草山行館 下一張 這是什麼 建宗的學生 像不像帝國的男生 帝國的高中 一流的 建宗 建宗的男生 就這樣穿 來 下一張 這什麼 館前路走到底就這一間 那時候日本時代就開了 叫做博物館 有漂亮嗎 很像歐洲建築 下一張 那時候的 衡陽路 來 下一張 公車 總督府照下來 下一張 以前就這個樣子 這不是最近的照片 以前的照片 來 下一張 我現在在貼 這過了 Live magazine 這沒那麼好笑 這是以前生活雜誌 美國有一個雜誌 叫生活雜誌上面照的台北市 台北車站 有漂亮嗎 你看這些人穿 你看 女生穿 偶把長袍 不是長袍 那個大衣 你看 多漂亮 來 下一張 那是中山橋 被馬英九拆的 破壞你的古蹟 來 下一張 新公園 從上空拍 下一張 後來記得這個台北車站 記得吧 後來才改成現在那個 之前這個 那是更前一張 下一張 我走快點 這是迪化間的附近 下一張 這個是什麼 跳國標舞 那時候台北市民跳國標舞 在台北公會堂裡面跳國標舞 那時候請日本來 世界知名的國標舞老師來 其他同學 你看他穿的衣服 你們現在穿還輸給他們 還不要穿 不會穿 很丟臉 難民叫他不會穿 不會吃 不會走路 都沒得手 下一張 走快點 我們阿祖那一杯的人穿得好 阿公阿嬤那杯 打球類 打什麼球要穿什麼衣服 下一張 下一張 再走 鐵路的旅館 下一張 再走 新竹火車站前面 再走 台中公園 那時候就有了 不是後來再蓋 再走 那時候軍隊從海軍 從台公港下船之後 開派底 下一張 高級的 台中綠川 由台灣小京都之稱 綠川都漂亮 像歐洲的那種 蒙內那個時期的作品 下一張 台中空照 下一張 你看有都市規劃 我給你看這就是 有不同的角度去看 下一張 好 天皇來到台灣的時候 這邊有各國的將領 有沒有有法國有俄國有美國的 下一張 來下一張 台中 台中 下一張 台中香蕉出口的時候 你看那時候人穿的衣服 其實很有樣子 不會怎麼繳檳榔 沒有 穿西裝 穿這褲子 現在 就現在看來還是很正式 190幾年 21幾年 就這樣子 來下一張 來山頌阿樓台中的 下一張 再走 我們走快點 待會放影片 台中週聽 下一張 台中車站 下一張 那個佳南大駿 開始起工當天的照片 下一張 阿里山神木 下一張 加農 這是加農以前的學校的樣子 來 打到甲子園的final 來下一張 來走 這是哪裡啊 哪裡 加義式 加義式好 非常好 有人知道耶 來下一張 加義神社 再走 這是彰化 從水源地看下去 他們會除水 然後用乾淨的水 供應給每一戶 那時候就做這樣 下一張 再走 台南 剛才那台南週聽 台南 下一張 這是什麼 日本時代台南女中的合照 多有氣質啊 她穿著就是這樣 什麼 你看 白色襯衫 白色襪子 白色鞋子 非常有規矩 非常有氣質 教養又好 頭髮弄得多乾淨 來下一張 台南市啊 都幾層樓耶 下一張 你看 台南 用幾層樓下來 台南 台南 來下一張 再走 那時候 在高雄 檢月 海軍在這邊 陸軍在那邊 天皇來的時候 來下一張 高雄港 那附近 下一張 堂場 高雄那邊堂場 下一張 高雄 有沒有 下一張 我們放影片好了 來我們放一段影片 先走快點 先走過幾張 來再走 這是高雄那邊的軟式棒球隊 來下一張 我不是只有一張 我光棒球隊 就已經幾十張 各個地方的棒球隊 在高雄港 那時候 都用機械化運作 沒有什麼苦力 在那邊搬東西 下一張 來再走 壽山 再走 你看園遊會 你看這小孩子穿的衣服 來再走 高雄水產事業學校 學生畢業典禮 畢業以後開派對 來下一張 屏東的部隊 下一張 我們日軍 下一張 來鵝鵝鵝鼻 那時候日本人去 下一張 你看 全家開車出遊 下一張 來再下一張 再走 再走 屏東 都在屏東 再下一張 屏東車站 下一張 屏東那個食品便當食吃會 下一張 這是哪裡 下一張 放影片 放影片 時間不夠 我們放一張 一段影片 繼續 在同一個時間繼續走那個圖 然後我們等放影片 可以嗎 好 聲音 對 對 一般 一般 台灣 文化 都市 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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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Хот 過去 有 走 一個 回路 裡面 還讓我 還有olic 閉路術 很小 一個 四周 四周 這次流亡 你們可以聊一整めて持續 有外國撥欄會不會死 待會幫我準備第二段影片 我中間可能會跳過一些劍壇的地方 這個中山 這個叫做名字橋 過去就是原山 現在把它蓋一半 就是那個 馬英九給它採用這個橋 台灣神社 劍壇採用這個橋 這個神社是大國人的魂 大國人的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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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恐懼在北白沙河的魂 岩平大社 台灣人的魂 好這邊走快點 直接走 劍壇的部分不要光 這在介紹劍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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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博物館 你看看那時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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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放送 就是台北電台 這時候只能當作 台義跟一技 就兩個 所以 工房 職務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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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品陳列館 來 解光神社 來 再走 跳 稍微跳 好 好 這邊也可以 雖然沒你以後 我們再來補來 跪去台灣 台灣的命 好 那時候 在街道上面 大肚子 那時候 台北市分為 舊市區跟 新市區 新市區 舊市區 以前受漢人 影響很大 所以沒有漢人 大肩帝國 那時候 中國那邊影響 影響很大 龍山市為主的發展 到現在還是一樣 好像跑到清國一樣 人那時候還是原來的這個東西 好 同樣台那邊要綁小腳 要有髮腳 你看 所以你就發現這兩個錯字 兩個不同文化的交錯 在這幾年裡面 嚴重的在那邊 你看 你看看就好像在看在中國城市 看那個看在日本現在城市 不一樣對照族 你看看得到軟潮吧 好 接下去 跳快一點 這邊就不看了 再走 再走 那時候的 碧潭 我們準備另外一 物件 再給他看一看 這裡是哪裡 喔 台灣智堂 珠子會社 開的我們好像有 植塘場 碧潭 最好是植塘場 還有介紹植塘場 這植塘場 這檳塘場附近的建築 他們另外帶走這個植塘場 置塘場 有住的地方 日式建築 有沒有 都是這樣的 促修 每個家裡都是很大的空間 走出來前面有院子 規劃的很好 喔 當場 來 喔 偶來 要介紹台灣的各種物質 來 讓我往前走 讓我往前走 然後 再跳過 掉掉了 掉掉了 我剛才還給你有一段沒有看到 就是 還淡水到自己的長態 柚蘭比 西芭大陸 迫著 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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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 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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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補充這段歷史 你們自己也可以上網去打 南進台灣 以前台灣是怎麼建設 所有給你們資料都給你們補充上去 我們的定位 南進台灣 你們上youtube都可以看得到 自己補這段歷史 今天時間到這邊 謝謝 各位同心學校休息 我可以用餐 然後請台南周 林昭偉 張倫家 陳和成 宜花東 王雅 曾 張廷宇 台中 卓富豐 還有高雄 陳志威 張沛軒和林秉齊 等諸位學員 請在飯後到 辦公室找工作人員拍識別證 謝謝